一年一影帝,百年周星驰,新姨的电影之所以能够让人过目不忘,不仅是因为那些无厘头的搞笑情节,优秀的人物塑造也是电影的一大特色,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不是单一的脸谱化,各有各的特点。 之前做了一期周星驰电影中你可能不知道名字的男演员,但众所周知,新姨的电影还有个特点,那就是美女如云,数不胜收,而且周星驰特别善于挖掘演员自身的魅力,所以哪怕只是一面,也是偏若惊鸿,让人难以忘怀。 本期就带大家盘点一下周星驰电影中你可能不知道名字的女演员,《回魂夜》是周星驰仅有的恐怖类作品,其中的李太太那一身红衣回眸, 真的是惊艳众人,前一秒还喊着自杀后变成厉鬼回来复仇,后一秒听到用钱解决问题,马上询问多少钱,神情转变之自然,演技之高超,使得这个经典片段深入人心。 她叫坦书梅,除了《回魂夜》,她和周星驰合作的电影还有《陆顶记》,阿柯的师妹阿南就是她演的,在有间客栈中,回忆没有被陈百祥的女装给吓吐,她戏份很少,被阿柯打晕后就没有出现了。 除了参演周星驰的电影,谭书梅还和李连杰合作过《金舞英雄》,可惜的是,她有颜值和演技,却没有因此红起来,如今也在娱乐圈销声匿迹,男女踪运。 还有在《回魂夜》中被众人挑戏的红衣女子,很多人都想知道她是谁,她叫直进文,曾参加过1989年香港小姐选妹,可惜落败。 那年的冠军是陈法荣,亚军是朱杰宜,她其实和周星驰合作过多部电影,刚出道就和周星驰合作了《赌胜》,饰演洪光手下之一,戏份很少,还被当成内奸,豁出去喂狗了。 还有大内密探林林发中的看病少妇也是她,那段趴在椅子上,如狼似虎的样子,属实很有意思。 除了周星驰,她还出演了《古惑仔》中《亮坤的情妇》和吴振宇演对手戏,很多片段至今被网友奉为经典。 谈到长江七号,相信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新女郎徐娇,还是孩子的她女扮男装,演技也是可圈可点,让人不由感叹,新爷真的是好眼光。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除了徐娇以外,电影中饰演的富家子弟陈俊生的也是个女孩子,那个总是梳着油亮发型,喜欢炫富,欺负弱小的小霸王,其实是个美少女,儒嫁包换。 扮演者是黄磊,她反串的角色喜干十足,有着独特的喜剧风格,观众也是十分喜爱,很看好她的心路。 令人惋惜的是,在长江七号之后,黄磊选择了平凡人的生活,消失在银海之中,再也没有接过任何一部戏。 在时辰中,很多人问这位美女记者是谁,大家都对她和梦仪大师的对戏印象深刻。 功夫到大师,都是性情中人。 她叫江西文,有着香港才女之称,是演员江新燕的亲妹妹,和周星驰合作的电影还有《加油喜事》。 她的戏份不多,也是仅仅客串了一下。 另外,她还在无企华版的《倚天屠龙记》中,还演过小招。 有意思的是,江新燕在这部《倚天屠龙记》中演小招的妈妈《紫山龙王》。 其实,江西文不仅仅是一名优秀的花旦,还是一位知名的歌手。 出演小招的同时,还帮忙演唱了该剧的片尾曲《俯身若梦》。 时辰中还有一名胖护士,一边吃鸡腿,一边吃甜筒,令人印象深刻。 她叫罗雪玲,很适合饰演蠢萌的刺眼肥妹。 在《新金武门》中,她还出演了九号窗口的《银行之缘》。 周星驰打劫《真操》这段,是很多人认为最搞笑的一场戏。 除此之外,她还出演过很多配角,看起来都很有喜感。 前面说到江西文,就不得不提到这一位。 不光是TVB的资深老演员,唱歌也是很好听,被誉为金嗓子。 很多人坦言,她是被演戏耽误的好歌手,她就是猪咪咪。 原名叫《朱月美》,是TVB的金牌绿燕。 她在周星驰的电影中就出现了很多次,都是些长辈的角色。 比如《神死观》中《新宅的奶妈》,《唐峰湖点秋香中的唐木》, 还有《百变仙君》中李泽星的母亲。 由于独特的演技和带有喜剧色彩的形象, 她被很多人称为周星驰的运用奶妈。 和周星驰合作过的很多女明星都被称作女神, 但提到今夜两个字,你可能会想到陈宝莲。 她在《国产007》中饰演烹火女郎, 在周星驰演奏的《秋一农旋律》中惊艳出场, 让观众对她念念不忘。 在圈内陈宝莲是出了名的重情中意, 只要是她视为朋友的导演,需要她帮忙的地方, 二话不说,不计戏份与角色。 演出后哪怕拿不到片酬都无所谓, 可惜自古红颜多薄命, 一身重情的陈宝莲却是命运多舛, 情路历经坎坷, 一望情深到头都是错付。 从小缺失父爱, 17岁被母亲逼迫成为艳星, 经历情伤被挚爱再度抛弃, 29岁为情所困, 最终混沌上海。 一身追求的爱最后也成了桎梏的枷锁, 让人忍不住唏嘘哀叹。 《国产007》中还有一位女演员 也让人印象深刻, 她的台词至今都是网络热词。 你以为你躲在这里就找你不到吗? 没用的, 你这种出色的男人, 无论在哪里, 就好像插中的营火虫一样, 这么鲜明, 这么出众。 很多人想知道饰演者是谁, 有些不明真相的观众说她是白韵琴, 因为在片尾鸣谢了白韵琴小姐, 白韵琴是1944年人, 是白虫喜的侄女, 还是狂瞻的梦中情人。 而《国产007》是1994年的电影, 这时候的白韵琴已经50岁了。 实际上, 这名谈吐不凡的风尘女子, 饰演者叫白玉娇。 导演李丽池也亲口证实, 她就是一名纯粹的客串演员。 虽然周星驰在片尾字幕 对白韵琴表示特别感谢, 这是因为她对电影提供了帮助。 还有很多女星, 虽然演技、颜值都不错, 但总被大家认为是花瓶, 她就是叶子妹, 和周星驰一共合作了三部电影。 在秦胜中, 戏份比较多, 收获了较好的口碑和票房。 除了秦胜, 叶子妹还和周星驰合作了 《龙的传人》和《师兄撞鬼》。 只不过, 戏份比较少, 她的身材却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为了改变众人对自己的刻板印象, 叶子妹一直参演不同题材的电影, 虽然都不是什么主要角色, 但却也被公认为角色不可或缺, 足以见得观众的认可。 事实上, 叶子妹也是个聪明之人, 阳长臂短, 如鱼得水, 深谙娱乐圈, 生存之道。 然而这些并不是叶子妹想要的生活, 她渴望简单低调, 安定和睦, 后来她结识了骨科医生吕西照, 两人一见钟情, 婚后生活也是非常幸福美满。 说到美女, 还有一位不得不提, 她叫林希磊, 以金女郎的身份出道, 之后又被大导演杜喜峰青睐, 两人前后合作了六次, 其中和刘德华合作的两部电影都很经典, 她和周星驰只有一次合作, 在《千王之王2000》中, 她饰演初恋, 角色名就是初恋, 不过两人的对手戏极少, 一段是街头相遇, 重新演绎了一下《甜蜜蜜》中骑单车的经典片段, 其他还有印象的就是看牌那段了。 最后介绍这位和周星驰也只有一次合作, 她叫杨公如, 在《醒运一条龙》里饰演Fanny, 让人印象较深的一段戏大概就是, 她和周星驰, 葛明辉三人在武馆的那段, 又被网友称作短短几分钟, 演完了几百集的爱情片, 不过现实中的杨公如, 或许才是真正经历了什么叫人生如戏, 二十岁那年, 生性腼腆内向的她, 在妈妈的鼓励下, 战胜了亚洲小姐的选举舞台, 一战成名, 一举拿下亚洲小姐冠军, 随着投行而来的, 还有无尽的光环和荣誉, 原本想从事金融行业的杨公如, 就这样误打误撞, 迈进了声色拳马的娱乐圈。 当选亚姐半年后, 杨公如就因为娇好的气质和面容, 获得了出演甜蜜蜜的机会, 并借此获得了这一届 香港金像奖最佳新人奖。 老演陈可欣对她也评价甚高, 因为高起点杨公如的后续资源 也是非常不错, 无论是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还是纵横四海, 都是红极一时的热播大剧。 除了参演大热IP, 杨公如也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角色,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便是 雪花神剑中的杨将雪, 一袭白衣, 一枝玉笛, 成了很多人心中念念不忘的白月光。 可能因为从小缺乏父爱, 杨公如在感情方面 一直很缺乏安全感, 感情之路也是分外坎坷, 先是和郑一静因细生情传出绯闻, 后来又俘获了音乐才子王杰的心。 事业爱情双丰双, 可以说是质得意满, 不过这一切最终因为一些情感纠葛, 全部土崩瓦解, 事业一落千丈。 杨公如在之后谈过两场出名的恋爱, 都是以小三的身份落败而归, 事已成定局, 真相与否, 也早已无人在意。 如今的杨公如, 还是活跃在银品之上, 都是出演一些配角, 感情上依旧没有着落, 47岁的他还是孤身一人。 好的电影来源于每个鲜活的角色, 哪怕是不起眼的路人甲, 也应该是有血有肉, 有灵魂的, 上跑龙套的也有存在感, 我想周星驰做到了。 华语喜剧之王, 他当之无愧。 好了, 本期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观看小陈观影, 我们下期再见。